二师傅 二师傅 厨房还没收拾完吗 还没有呢妈 还得等一会儿 你这收拾个厨房再多长时间 我给你吃饭也没这么磨叽我 哎呀妈你快别催了 我一会儿就好了 赶快这样把锅子塌了 知道了妈 烤干净了 好处备了 二十块儿 这里没开干净 搞这么大业都干什么 探净了吗 好知道了妈 二师傅 我怎么越看你越不顺眼呢 你说你们都结婚几年了 这样我什么都能包上粉笨呢 妈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你也不能全怪我呀 不怪你也怪谁呀 哎妈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饭没做 我先去做饭了 再二十块儿 尽不要你等些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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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怎么来了 妈 怎么还哭了呢 谁就欺负你了 给我送吧 让你哥去收拾它 别跑了别跑了 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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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妈怎么回事 没你啥子 坐在去吧 哎 哎 闺女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快给妈说说 妈 祝高明他 看了他妈那么多欺负我 我要跟他离婚 啊 离婚 闺女 你这都要当妈的你了 怎么能说离婚就离婚呢 要不你在这儿住点时间 等你烧气了 我要烧牛来这里好不好 好 全都会 你给我出来一下 妈 怎么了 你没吵架了 要在我们家里住上一点时间 你把你那边煮我身样出来给你妹睡 你睡啥啥 啊 怎么 还不行吗 行吧 行吧 走飞 我扶你到外面睡觉 嫂子 你过来一下 我跟你说点事 哎 好嘞 妹妹怎么了 嫂子 嗯 我觉得吧 我家宝宝想吃点水果了 你给我去买点水果洗洗呗 哎 妹妹啊 你说你妈成天让我干这个干那个的 你也对我要五喝六的 你什么意思呀 哎 嫂子不是 你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让你去买点水果怎么了 没怎么了 你要买你让你妈去买 要不你就自己去买 反正我不去 这 对不起 妹啊 水果我是没给你买 但是我要给你这个 这是什么呢 滚出去 对 对 就是让你滚出去 这房子的首付是我付的 我不是你的保姆 天天听你们哑哑 让你住这已经很不错了 别当鼻子上脸 我不欠你什么 想好啊 赶紧滚 妈 我嫂子也欺负我 感谢您的好 此 Aunty 演唱